我跟我爸爸的讨论复健动作是从以前到现在就是没有停过 只是他每次跟我说我做不到我脚痛我这个不行我那个不行 我说你要尝试你真的要尝试 那个时候我真的是觉得我爸爸特别像小孩子 我觉得我爸爸在我心目中应该算是一个超人吧 从小家里我的爸爸是做夜班的 就是我们晚上睡觉的时候他是去上班的 所以那段时间我也是知道他有多辛苦 所以就是很想就是经过自己的努力 然后就是让他以后过到好的生活 他小的时候我就时常会跟一般朋友一起去打球 那么通过的时候都会在旁边住一个球场 然后请教练让他得到最好的孙年 并不是说一定要让他成为过手 只是希望当时是希望我的梦想成为他的梦想 他一上场的话 他一上场我看到他进场的时候我就开始 眼泪就已经开始流出来了 因为看到自己的女儿在一个这么大的运动会上 出现在决赛 真的是难以形容当时的心情 只能够自己感受到罢了 不能够表辱修权 最担心我爸爸的当然还是健康 然后接下来就是关键 因为我感觉我小的时候 就是常听到我爸说脚痛 可是他脚痛他还要去上班 但是他又很爱羽球 然后他又很想打 然后打了之后又痛 对他来说就是能动他就是超开心的 就我带他跟我妈妈出去玩的时候 可能就半个小时最多 他就说他不能走了他要休息一下这样 我跟我爸爸讨论复健动作是从以前到现在就是没有停过 只是他每次跟我说我做不到我脚痛我这个不行我那个不行 我说你要尝试 你真的要尝试 那个时候我真的是觉得我爸爸特别像小孩子 我成为Movion爱护骨关节大使的原因之一是因为我在一次机会我偶然接触到Movion 我就觉得还有一段时间我去尝试了他的产品 然后我就开始渐渐觉得好像开始比较 膝盖的情况有点稍微改善了 所以我想这个东西的感觉效果还不错 所以就是想分享给我的家人跟我身边的朋友 因为可能我觉得每个人都会受到关节的影响 所以如果是趁早保护可能就对以后不会那么辛苦 我跟他们第一次一起拍摄 表现比我想象中更好 因为平常的时候我就是稍微让他们换一些风格 他们都不会要换 就是还是要配合着他们的风格 然后这次他们没有办法他们一定要换 他们都有这个机会啦 跟女儿跟太太一起拍摄 我算是第一次看他们打扮成这个造型 感觉像是在拍婚纱照 感觉都是就像别人人情一样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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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